哈囉 大家好 我是RyuE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這一套軟體 是國內外玩家在進行Sifty Run 也就是RTA Real-Time Attack常用的一套軟體 希望各位可以透過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對這套軟體有些初步的了解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首先可以透過Google或是Yahoo的路口網站 搜尋Livespeed的官方頁面 在進來官方網站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它上方有一個Downloads的選項 直接點選進來 選擇了Downloads進來之後的頁面 可以看到下方有兩個可以提供下載的選擇 我們就先選擇上方的1.7.6的版本 這個正式的版本會依據官方的開發人員的更新 版本的號碼可能會不同 但我們都是優先選擇上方的正式版本 那下面的Development View 也就是所謂的 開發中的一個測試的版本 那功能呢 會在某些情況下比正式版本還來得多 但是也有可能會隨著一些bug產生 可能造成一些不一定的狀況 所以我們直接點選上方的正式版本進行下載 那下載下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一個當前版本的一個壓縮檔 我們直接做這個檔案的解壓縮的動作 解壓縮完成之後會看到這裡面有一個 RGB三原設的一個執行檔 執行之後呢 我會看到畫面跳出一個計時期的小視窗 接下來我們會正式的介紹一些 計時期的一些基礎的設定教學 首先我們要優先介紹的部分 就是計時期的開始跟停止的這個動作 至於設定的方式 我們直接在計時期上面 按下滑鼠的右鍵 選擇倒數第三個settings 點選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它畫面跳出一個新的視窗 我們主要介紹的部分 就是在上面 Hotcase快捷鍵的方 通常我自己在跑RTA的時候 其實只會順利到第一個 START 開始 下一個 的快捷鍵 以及 重新開始 重置 reset的 快捷鍵這兩個而已 因為通常我們在進行遊戲的時候 順利就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往後推 那當然可能碰到 比如說成績不理想的時候啊 各種突發 狀況的時候啊 導致你的成績 比之前更晚了 像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用到reset的 重置的按鍵 像這邊我們就把它設定成 比如說開始我們選擇home鍵 重新開始 重置我們選擇 end 按鍵 那其餘的按鍵的話呢 我們都是 盡可能的避免 它預設的按鍵 就是你所設定的按鍵也好 預設的按鍵也好 都盡可能避免到你在遊戲中會使用的按鍵 以免說可能你在計時器 運作的時候 你運行在跑你的遊戲 結果這些按鍵跟你的 設定是有所衝突的 可能導致說你計時器的 計時的時間點 會跑掉或是亂掉的 這種情況發生 OK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點選 Global hotkeys 是這個全局 快捷鍵的這個 選項一定要把它勾選起來 才能確保 你在進行遊戲的時候 跟你的計時器同時存在 它會 這些快捷鍵是可以正常的 發生 效果 所以 當我們設定完成之後 直接按底下的 OK加的Go 我都先拿掉 我都先不錯說 按下OK之後 我們會比較建議 這個時候可以 打開你的遊戲 開啟你的計時器 然後測試一下 你的遊戲在跑的時候 你的快捷鍵是不是同時 有作用的情形 這樣才能 確保你剛才設定 都是正確的 不然到時候可能在跑的時候 會出現一些 突發狀況 可能有些人會有 問就是說 我看到其他玩家 計時器的外觀 或者是畫面 並不是只有這麼簡單的 甚至是可能比較華麗 寫這內容都比較豐富 那像這種狀況 或是這一類的問題 就是我們接下來 要來去做說明的一個內容 大多數 進行Speed Run的玩家 都會要把他們 進行的遊戲 依據自己的時段 或者是同意的規定 在遊戲內 分開做一個階段性的計時 這樣方便知道 自己 到達指定的要素的時候 時間是不是有變 增加 或者是縮短 來去做一個判斷 那至於要怎麼去增加 這些顯示呢 我們就來做一些 簡單的舉例設定 首先我們在計時器上面 按下滑雪的右鍵 選擇第一個 Spedits Enemy 那畫面會跳出一個 Spedits Editor的視窗 這邊我們首先要說輸入的 就是選擇你想要進行遊戲的名稱 就是Game Name的這個地方 那在Game Name的地方的話 我們必須要輸入你想要進行遊戲 的英文名稱 因為這邊的話 目前我們只支援 英文名稱的輸入 如果不知道英文名稱的話 可能就是透過Google 或者是參考 維基百科的方式 去做查詢 這邊我們拿 比如說 拳簧 格陸天網 的方式 來去做一個舉例 之後其實它下面就會跳出一個 拳簧系列相關的一些作品 我們拿 KF97 來去做一個 參考 那選擇下去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計時器 它 畫面已經變得有點不太一樣了 會新增很多的行列 再來是選擇 第二個 也就是 Round Category 遊戲類別的部分 遊戲類別的部分的話呢 它會有許多不同的類別 比如說像 Any% 100% 或者是單人挑戰 組隊挑戰 等等 可能會因為遊戲內容 產生更多不同類別的跑法 也就是使用特定的角色 使用特定的道具 或者是使用特定的遊戲版本之類 這個就要看 玩家 想要進行哪一種種類的跑法 來去做細項選擇 那選擇完畢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 這邊 有一個Start Time Add 的部分 這個我們就不去做變更 就是喔 它計時開始的時候 是從一分幾個開始 這個我們就做 變更 在旁邊 是所謂的從事次數 從事次數預設為0 我們也不去做修改 但是這個從事次數呢 會依據你按下reset的動作 然後 會去做增加 但 基本上不影響 你遊戲的進行 然後我們會看到下方有一個 Real Time Game of Time 然後 Additional Infor 的 三個頁簽 那我們主要設定的話呢 都會是 以Real Time 玩家實際的 時間 去做計時 那當然可能有一些遊戲 他要求的是Game Time 那Game Time就是依照遊戲內 進行的時間 來去做計算 這個也得看玩家的選擇 或者是 要依照該款遊戲 Speed Run的規例 去做決定 那最後的 Additional Infor 部分的話 大部分都是補充的資訊 這個欄位 大多都會是一些 遊戲Speed Run的規定 那我們也是不會再去做編輯跟修改 接下來回到 Real Time 那因為他的設定呢 跟 Game Time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接下來的說明 兩邊就是互相同用 我們就 統一做一個說明 首先 由左 至右 會有圖示 段落名稱 進行的時間 段落時間 跟最佳段落時間 那我們只需要設定 Segment Segment Name 也就是 段落名稱設定好就可以了 假設比如說可能完全謊的話 那他的 規定 比如說總共假設有八個隊伍好了 把我們這邊做個舉例 比如說Stage 1 第一個 關卡 但是另外他只有一個啊 我們下面要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 我們就直接點選 旁邊的Insert Below 在下方直接做新增 那假設他有八個隊伍 我們就直接 行增到8欄 然後再把 欄位的 公卡名稱加上去 那像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 不小心多出來的話呢 那也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直接 選擇 Remove Segment 把欄位補充完成 那欄位設定完成之後呢 我們直接點選 下方的 OK 那這樣就好了 這樣我們就能看到 計時器增加了剛才所設定的 段落名稱 而你輸入的最後一個段落名稱 會直接變成 最底下的 最後段落 也就是計時器停止的一個分段 那我們來 依照剛才所設定的熱鍵 來做一個測試 看看是不是會正確的 計時 然後並且往下一個段落跳 那剛才我所設定的 快捷鍵呢 開始 就是 Home鍵 按一下Home鍵 他就開始計時 假設你第一關卡打完之後呢 我們進到下一個 關卡或是段落 我們再一次按一下Home鍵 然後以此 往往去推算 他會 不斷的增加 關卡 那一直到最後 最後一個關卡就自動停止了 那這時候我們設定完成之後 記得 不要 把 不要再按一次那個 Home鍵 因為再按一次Home鍵 他就reset掉了 他就會重新開始 重算一次了 那這個時候你的層級 就有可能會被 停止掉了 所以我們 在進行RT的時候 不要太緊張 當你計時到最後一關的時候 你只需要沈浸在你完成的 成績 情緒 氣氛當中就好 這樣一來 我們 設定 在快捷鍵 以及分段的部分 就算做一個完成 但是呢 我們是不是在 看到 在計時器中間空出來 切割的段落 是不是有點多餘 那我們就把這個多餘的部分 來去做一個調整 一樣我們在計時器上面按一下滑索的右鍵 這一次我們要選擇的是 Edit Layout EditLayout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預設下面有 Title 標題 然後Speed 分段 Timer 計時器 Previous Segment 先前段落的部分 我們直接點選 左下的 Layout Settings 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其實 主要的部分都是針對計時器的一些外觀 字體 顏色 版面 來去做一些個人化的設定 詳細的功能大家可以再玩玩看 看看說比如說我們在做設定之後 你的計時器 會有哪一些的變化 但是我們這邊優先 先針對計時器 有空格的段落 我們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們點選 上方Split的夜籤 Split夜籤之後點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TotalSplit 這邊是16個 但是我們剛才設定只有8個而已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你要去增加 去做減少 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主要是 你的計時器設定成符合 你計時的內容的外觀 所以我們把這些內容縮短 我們可以看到當你把它縮短的時候 最後一個關卡一定是會擺在最底下 這邊如果說設定完成之後呢 一樣直接點選 下面的OK 點選OK 點選OK之後 它回到Layout Editor的部分 一樣點選OK 這樣就算是一個計時器的基礎設定的完成 可以使用你現在的頁面 以及你剛才所設定的快捷鍵 來去進行你所遊戲的 Split Run的動作 不過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當我們 在做每次的更動 新增 的這些設定之後 不管是Split 或是Layout 我們都必須要記得 做一個儲存的動作 才不會下一次要跑的時候 這些設定 都要重新來過 那儲存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可以選擇 比如說它有一個 Safe Spirit 或者Safe Spirit Earth 就是儲存檔案跟 另存新檔的這個功能 Split的話呢 主要是深對你 進行遊戲的 分段的段落 比如說 Segment Name 就是你的段落的名稱 來去做儲存 那底下的Safe Layout 就是你在外觀的部分 比如說你遊戲的 標題呀 類別 進行的遊戲的類別呀 它的一些字體的大小 顏色 背景 這些 的設定 來去做一個儲存 這樣就算是 計時器的設定 我們這邊做一個 基礎設定的完成 那當然可能裡面還有一些 更多 個人化的一些 功能 來提供給玩家做更改 讓你計時器的畫面 可以呈現更多樣化 這些功能大家都可以玩玩看 因為大多數的功能 在 有做過 變更或修改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直接反映在你的計時器上面 做一些變化 這樣我們在做變更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它這樣的功能 大概是什麼樣的呈現 那最後講個幾句 就是 進行Speed Run 也就是RTA 其實是一種你對遊戲的熱愛 以及對自我的挑戰 的確為了要達到目的的需要 可能會有 花掉你大量的練習的時間 專注力 耐心 但千萬不要過度的進行遊戲 因為會容易造成 你對目標的疲乏 所以不要忘記 當你在 曾經在RTA的世界的時候 別忘記進來 起來動一動 吃著飯啊 什麼的 或者甚至適時的 轉換其他你有興趣的遊戲 或者是休閒 甚至 你可以休息一下 再回來玩 也都沒有關係 因為 畢竟把身體弄出 毛病 也不是辦法 畢竟 享受 跟了解 你所喜愛的遊戲 才是 最主要的目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之後如果說有機會 或者大家對詳細 氣象設定部分有疑問的話 都可以 留言告訴我 有機會我會再做一個 更詳細的影片 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影片到這邊 就暫時告一個段落 算是做一個結束 也可以把影片 轉給 任何 身旁對於RTA有興趣的朋友 或者是 網友 都可以 希望他們可以藉由這個影片 來更了解 一個程式相關的設定 那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我們有機會再見 拜拜